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一些热点微博 活泼可爱的小松鼠们呢 现在是成了杭州西湖边的明星 暖洋洋的冬日里 这些小松鼠们也安耐不住 纷纷跑出来活动筋骨 而游客们也非常的喜欢这些小萌物 纷纷的献上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有面包啦 饼干啦 果壳啦 坚果等等 各种各样的零食洒满了头位去 有的人甚至还用肠杆串着玉米 来喂制些个小松鼠们 开心的小松鼠们高高耸立着大尾巴 带着圆滚滚的肚子窜上窜下 品尝着各种美味 但是呢因为大部分人类的食物 都是小松鼠们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松鼠们难免会贪嘴多吃 吃多了还会造成消化不良 脂肪肝等等 因此呢虽然小萌物们 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却有人担心 每天那么多人给它们喂食 可能会对它们的健康产生影响哦 所以一一在这里 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示 爱护动物也要合理喂食哦 想看书却又总想玩手机 手机不在身边呀就会感到不安 这样的手机依赖着 你是否也有呢 最近中国的某高校开设了 托机自习室 也就是进入自习室后 需要将手机交给工作人员 代为保管 据说这个自习室开设了近一周期间 有近200名学生前来体验 有的学生最长坚持了530分钟 不使用手机 也有学生十多分钟就熬不住了 更有为数不少的同学 对于身边没有手机而感到不安 其实放下手机 不光是能更专心的学习 也许还能发现更多身边的美好 大家不妨都试试看 不看手机你能坚持多久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凤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那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咯